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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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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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好意思 老师 方一凡 你老远我就听这是你 这哪件皮猴都没你皮啊 我吩咐你那任务你完成了吗 路线你都熟悉了吗 熟悉了 现在去赶紧 帮我请这些家长和学生们赶紧过来 快点去 快点 哎呀 哎呀 零子的妈妈 老师好 你好你好你好 林默老师好 哎呀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是乔卫东 哎呀 老师你好你好 鸯子的爸爸 英子的学习一直都这么优秀 肯定是离不开你们家长的培育 行 没事 先请坐吧 坐吧 坐 好好好 跟你培育有什么关系 快进 英俊妈妈 你好 你好 我是为了辣潇洒英俊的妈 一看您平时就挺忙的吧 这三年我可是第一次见您 不过这个英俊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 真的 行 您先请坐 来吧 黎老师好 我是杨蒂洒的妈妈张佳丽 您先带妈妈过去坐 你好 你好 你俩回来 哪有你们俩先走 不让爸先走 老师 你好 你好 师傅 爸爸 你好 你好 师傅 我叫的车 我还没叫呢 你咋就来了呢 英子爸爸您先不要闹 好 老师说你了 你咋就来了 假扮 让我不要闹 老师 我是不是拉过的 那是不是拿走 拿走自己有车 有司机 这个我认识 拿走有司机 不用你 是不是坐老师 坐过我车你忘了 对对对对 当时你钱没找嘛 对没零钱嘛你说 我就不用你找了 各位家长你们来听我说 老师你家在哪啊 我顺道可以拉你过来 不用 免费的 老师 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自己可以骑车来 俩孩子就靠你了 放心吧 谁的孩子我都一样对待 你这俩人都真不随你 话一点都不多 大家好 我是刘备塔 然后这是我舅 这是我哥 第一名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春风中学 高三年级组的组长 我叫李萌 来 给听我师傅鼓掌 来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的校园开放日 那高三了吗 这家长和学生都非常紧张 那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 和一些小摩擦 那我们这次举办 校园活动日 就是为了要缓解 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正好也赶着 一模的考试成绩 刚刚发下来 不用紧张 这一模过后呢 我们呢会进行分班 我们有冲刺班 还有平行班 还有基础班 平班还有基础班 你看他妈管他 管得多一点 手都不让他放出了手 太可怜了 那一会儿呢 我就把台名呢 给大家发下去 乔英子 去 乔英子表现得非常好 他考了我们全校的第二名 进入了冲刺班 鼓什么账啊 怎么了 从来不来学校 不了解情况 那以前从来都是第一个 第二也挺好的 毕竟你也催 我问你 从下 这他那个书包上挂的 怎么跟你书包上挂的一样 就是一样的U盘 没什么 学校统一发的怎么 统一发的 他们怎么没有 他们他们没带 是吗 对 什么东西啊 爷 来来来来 给大家展现一下 这 你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啊 你是不是跟他早恋了啊 我没有没有早恋 就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 怎么了 我只是买了一个 是 我去买了一个 什么早恋啊 别上刚上线的 姐 小松 咱别上刚上线的 别着急 别着急 本来就是一个纯洁的友人 你是儿子 我是女儿 所以我就比较紧张一点 对吧 你别老 我知道你儿子你不着急 你儿子不吃亏你吧 挺冷啊 硬的妈 我跟你讲 你先冷静一下啊 你有了一些担心啊 我非常理解 但回头那里跟你细细地讲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也不用听别人在乱说 好吗 那我相信 不要听别人 相信 对 宋阿姨 我们都是同学 我证明他们俩绝对没有 他没有 他是跟我 这孩子好孩子 下面就叫刘备塔 刘备塔呢 这次啊 考了我们全校的第一名 哇 第一名啊 名牌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的 不够努力 不能骄傲 孙叔克 儿子 你的这个成绩 儿子 爸陪你上 以前都是中上的 那什么时候变到了中下了呢 你现在分到了平行班了 你要是再不努力的话 就进基础班了 孙爸爸 上一次呢 我过生日 弄了一个小乌龟 祝我生日快乐 你这是高三的学生应该干的事吗 你先回去 爸跟他说 李老师 你看这不写 李老师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那您什么意思呢 孙爸爸 您这是 孩子是好医养 我给他买的 行了 行了 孙王来 我有点 好 别给我丢脸 你管你爸叫什么呢 回来 孙王雷是吧 直接叫我 这样吧 兄弟 我就喜欢你这个姓的 来 下一个 杨迪娃 还有黄英俊 我们宝一真二 看谁 谁是一 看谁厉害 我要二 到处的 我只要到处的二 杨迪娃呢 是 年级的倒数第五 年级的倒数第五 我们的这个黄英俊呢 是倒数第一 耶 儿子 回来吧 儿子 我都习惯了 快坐下 儿子 哎 每个人都介绍一下自己爱好 孩子们啊 由那个谁乔永子先生介绍 诚实地说自己的爱好是吧 就是他 对 说真实的 真实 但是就是平常在家里不太能听 我喜欢天文 嚷嚷什么呀 喜欢就喜欢呗 喜欢也是白喜欢呀 想考什么学校 想考跟天文有关的学校 我不想考那个什么清华北大 我想上 军院 南大我想去跟学天文有关的 你想上哪一个学校 南大吗 南大 啊 你问问有多少人知道南大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清华和北大 可是我不喜欢清华北大 你怎么知道清华北大你就不喜欢 那里面没有学天文的地方呀 不用强迫孩子 嗯 我也没强迫 你没看见吗 我在跟他讲道理 讲道理 哎呀 小宋 你这完全就是在给你女儿施加压力 人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呢 阿姨 哎 你这样逼你孩子到时候 就算他有了成就都不开心 他得抑郁症他会自杀的 太可怜了 我最喜欢的是动漫二次元 但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画画 我跟我妈关系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她除了钱什么都没给我过 没有爱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点 我要当议题生 我要学表演 我要当议题生 你要当议题生 你要考议题吗 你同意吗 我怎么同意 我和他爸商量嘛 想教他考老师 你俩呢 我要是 学音乐 然后我的梦想是 出国留学 你同意吗 你爸同意吗 不想 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跳舞唱歌 你迷什么 迷坦克 坦克 你还是个军事迷是吧 对 开坦克的贝塔 那么下面呢 我来安排一些事情啊 同学们 你们现在呢 可以去自己 新分道的班级呢 去做个登记 等到上课零响了以后 你们再回来 好 来 好 来 英俊 我们马上去登个记就过来 好 去吧 走 英俊妈妈 是这样 我呢 还是准备啊 让杨迪娃呢 和黄英俊他们两个呢 先留级一年 然后呢 重新再读一年高三年 为什么要留级呀 这样会对他们呢 这你对孩子的自尊心 多到受到伤害啊 不能让孩子留级 自尊心很重要 我们也是一个建议 不用不留不留不留 对 我也不想留级 我找你们主任去 来 我现在呢 就带你们去找教导主任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呀 都可以问我们教导主任 好 走走走 走走走 我陪你过去 走 英姊爸爸 这不是高考倒计时一百天了 还是得告诉他保持住了 所以你们作为家长呢 还是得多支持孩子 刘老师 你放心 我早有打算 我给英姊准备了一个辅导神器 大力智能学习等 有了他 我能跟英子远程视频通话 查看孩子的学习进度 你看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点击 通话 视频 英子 是爹地 我倒是听别的老师提起过 这个大力智能学习灯这么厉害啊 可不是吗 不仅能通话 还能查词讲题 语术外 指哪查哪 而且啊 是国A A级专业护眼灯 也能保护孩子的视力 行 那回头你把链接发给我 我也跟别的学生和家长呢 推荐一下 行 没问题 好灯 好灯 你又在哪 你干什么呀 就好 爸爸 慢慢回来 笑笑阿姨 要降级了 要给你们俩降级 他俩吓死人了 你俩 笑草和笑花的是吧 大家好 我是笑花花 大家好 我是笑草草 我们受李蒙老师指派呢 就会今天按照 家长开放日的流程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那现在就由我们带领大家去 社团活动试版 好 走 你又是我的音 我等你书包不拿吗 不用拿吧 书包好像 不拿了 对 乔乐自小卖部 新品上市 欢迎品尝 快来看一看 都可以吃 我请大家 来来来 我请大家 潇洒阿姨请是不是 对来来 我请 把这柜子带走 各位家长 各位家长 我们上楼了 班主任去哪里的 我请 问一试 这是啥呀 新的活动试 活动试 活动试 我这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活动试 还地上地上有脚印 怎么有这么多彩色脚印 天哪 弄一只鞋子 啊 怎么回事啊 罗湘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 救火车 啊 那里有一个公牌 来 我是春风中学啊 高三年级组的组长 我叫李萌 李老师 李老师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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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的细转 李老师干吗 李老师收入了 他需要你的电视 他需要用电视 另一个电视 李老师 强我走 我发现遗书了 什么遗书 我太累了 没有精力继续当这个班主任了 李萌 李老师有遗书 对 跳楼自杀 你们看这有一个手印 是 刚才我也看了 这手印问题是倒过来的 这满地的脚印有嫌疑 是不是 等一下 你看 那个李老师的嫌疑是黄的 但是这上面有很多 蓝色的 来过很多人 我觉得这有撕打的痕迹 也就是是这样子的 肯定是这个人在画画 然后他们两个起了争执 然后下去了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啥呀 对 我看到 我刚才就看到了 这写的啥 这个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这他们自己写的 每个人的笔体不一样 看看吧 这几个字 在这写着 就证明五个孩子都来过这 大家都留下了笔记 而且每一个孩子 都有东西遗留在了 这个房间里 这个是不是你的 黄元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了 你怎么不知道 这是别人买了一个 一样的东西过来吓唬我 杨蒂娃 这是你看 是不是你想考这个学校 军医校草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我们其实另外有个身份 我们是这个校园侦探社的社员 在这个楼层有个摄像头 记录下了刚才从教室离开之后 大家的行踪 左拐代表往案发现场的方向 右拐代表去了教导主任办公室的方向 十一点五十分 杨蒂娃从楼下上来 左拐 我承认去了活动室 十一点五十三分 黄英俊从楼下上来 左拐 十二点的时候 刘备塔从楼下上来 刘备塔去找老师了 去了活动室 十二点二十五的时候 张嘉丽从楼下上来 没去 他就没去 我妈去教导主任那儿去了 对 我去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 宋倩从楼下上来 只用了四分钟 就是我去了一趟这屋 然后又去了那屋了 你找李萌来了 这儿没人 然后又去那屋了 十二点四十分的时候 乔卫东从楼下上来 他干嘛了 他去了找老师 十二点四十五分 纳潇洒从楼下上来 左拐 纳潇洒去了活动室 去教导主任那儿去了 来一回走几趟呢 潇洒阿姨 我来回来去 古刀来了吗 潇洒阿姨把另外一只鞋收 干净 十二点五时是孙黄磊 孙黄磊上来了 孙黄磊从楼下上来 有个足球进入了画面 孙黄磊捡起足球 左侧出画面 对了 还有就是 在三楼没出现 不代表大家没有上过三楼 因为三楼没监控 因为三楼没监控 三楼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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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满地的脚印有嫌疑是不是 李老师的嫌疑是黄的 来 我看一下 我看你的脚 我看一下 看这个没有用 我都没带 我瞎踩了 那只 我看一下 我没有 那只 我有 我来讲一下 就是我是来过这屋 所以我脚上有油漆 然后不是说老师在等我们吗 然后我这转一圈 我就走掉了 所以脚上踩上了 其实我自己都没注意 但是我想说一下 我从教育主任那出来 下楼梯的时候 我碰见了一个人 我 对 虽然他没有在录像里 但是我实际上下楼 是碰见了他的 朱克 对 我跟他一块下楼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他很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很紧张 阿姨 我很紧张 因为我说你紧张 所以是我的紧张 你上来就踩我孩子 我没有踩 我只是陈述事实 这相互遇见了很正常 我们俩实际上没说谎 你怎么知道孩子慌张 这孩子从小就跟我在一起 就没有不慌张过 是该慌张 他长得就慌张 你得多吓人 自从我和他妈不在一块了以后 这孩子就生活非常慌张 这我有责任 真的 你这种自我检讨的精神太好了 请问慌张咋写 你为什么急了 我当然急 这我亲生儿子 孙叔叔你自己也上来过 对 先检设 你上来就拿来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如何做到丝毫没沾地走出去的 脚底下什么活都没有 进来看着这样你不让着点 就一定要踩吗 那你为什么回去没跟人跟我们说 然后没说这个上面有很乱 文婷我没碰着你们 我看着你了 你看着我了打招呼了没有 那么没有礼貌 你慌慌张张的跑走了 慌慌张张逃走 对 你跑到楼子身处了 这两个娘俩都有问题 是 来 你到这边就坐着 各位的 让爸爸坐这 坐这 来 鹰子说 鹰子看到他了 不许是这样 就是我出来了之后 我就去上了个卫生间 上了个卫生间 我就在溜达 溜达了我就看见了黄英俊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聊天 然后还有那个 羊蝶娃 后来他们就都走了 然后我就在这个操场走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黄叔叔 就自己慌慌张张 我就想叫他 叔叔好 他都没理我 他就直接静止的自己 跑到楼里边去了 往哪里跑了 就往楼里跑了 难怪他不让你说话 而且他今天就非常想要 你看刚刚一直在饶论 对 这么急了 他就是这样 刚才咱们开家长会 他拿手指呢 老师 特别没教养的样子 我觉得老师那一叔说 我没有精力带了 原因主任 主任是没精力带你 我个人建议就是孙叔叔 直接就 你下去得了 出结果了 收工 这个是 投票吧 你问一下你儿愿不愿意 要不孙叔叔就直接 怎么样 同意 他同意了 孩子举手 孩子举手 你做得好 嫌弃我这孩子 是我没养好 我的责任 我要跟他妈没有离婚 不会出这事的 我上来以后 我先没有画画 我先把我的卡卡罗特 跟原本铃 我自己把它挂在上面 完了以后 把原本铃挂上 亲了他一下 然后我就把那个 亲了一下 玉盘放到那桌子上 就开始画画 还要亲的不是你 画了一半 画了一半之后 我就走了 我没来过这个房间 但是我是为了找教导处 跟教导处的老师主任 说我的儿子 我不想让他降级 黄英俊 黄色蓝色 这有蓝和黄色蓝色 等一下 左脚下去了对吧 他左脚踩上来 就是你过来仔细看一眼 脚印一定是黄色 手扒的也是黄色 就是相当于 第一个扒这个地方的人 是跟黄色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蓝色的 可能就是去掩盖的 或者第二个 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这样的一个 没那么复杂 你说的太复杂了 因为我做过太多 就是跟这个东西没 儿子 现在不要往自己身上 弄那么复杂的事 咱们不想了 不是往我身上 你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你挺复杂 走 坐下 你让他说完呗 他说得很奇怪 莫名其妙 不奇怪 奇怪 过来 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呆着 一个死人的地方 为什么同时 会出现两个颜色 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一个鞋上去 为什么要铺上蓝色 手印扒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又 同一个位置 上去过两个人 对 为什么要这样 另一只鞋呢 另一只鞋呢 老将 和李萌老师在一起呢 现在 怎么掉的呢 这鞋 拿回来做了假象 他其实被人杀了 被人退去 但那个人故意 他又给他踩了一个脚印 觉得自己是跳下去的 然后那个杀人的人 拿这个鞋 又占了这个蓝 占了一个颜色 就盖了上去 对 有道理 英俊 对吧 我倒觉得有一些道理 对 这是李萌老师的iPad 然后上面写了这么一段话 也许是我无意间 把那个家庭的矛盾点燃了 导致我引火烧身 我现在受到了威胁 我没有想到 学生家庭矛盾升级 可以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 孙叔叔 你看看你给老师造成的影响 家庭矛盾我们可没有 还没有 这还矛盾不大 你看这孩子 他按耐 直呼他爹的名 我们家是有家庭矛盾的 家庭矛盾最大是他们家 我们家 我们家家庭矛盾的不涉及老师 我只是叛逆 因为我妈对我的学习成绩 并不是特别在意 我是道理第一 麻木了是吧 两回事 除了家长特别在乎成绩的家庭 会去找老师说这些事情 威胁以外其他都不会 宋阿姨其实挺强势的 宋阿姨很强势的 但是宋阿姨可以强势给他 用不着强势给老师 你不就想让他第一吗 我们承认我们有家庭矛盾 但是我们的家庭矛盾 是家庭内部的矛盾 只剩了一条线 是一条线 一条线 坦克上面沾上黄色了 乐高上沾了点黄色 我跟你讲 黄英俊的画有三条黄的 确实 这个是英子的乐高 对 这真的跟英子有关系 因为英子最喜欢 我特别反对她插乐高 因为她插乐高浪费时间 所以她爸爸总是偷偷玩的 所以你今天女儿也得怀疑一下 我没有回来过 但也不能证明你没来过 因为有一边监控拍不着 我现在怎么对乔英子有点怀疑了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们是一样的小伙伴 但她刚刚隐藏的内容有点太多了 她说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 在过活动室 但是很多布置很多关键 跟她还是有息息相关的 所以她这样说让我觉得有点怀疑 我的孩子 她一再解释说她没有来过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打鼓的 里面肯定有她的东西 那我希望是以前放这儿的 我希望不是她 我现在 我怀疑一个人 我儿子 吃书克 我从一进屋就发现 她的诗卷在这儿 我现在心里特别紧张 好像害怕 害怕 今天我们校园侦探社 为大家准备了 奶茶界的三好升 依然乳矿奶茶 好奶好茶 为大家补充元气 那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 李萌老师的办公室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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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里面的老师都在忙着办公 所以大家说话要小声一点 因为李萌老师是学校还没有伸张 警察叔叔一会就会过来 我们可以先试着找一找线索 李萌老师的办公桌也在这儿 是的 嗯 什么都不能碰 什么都不要碰 小心一点 最近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容易打科学 你知道吗 这很容易就错过一个知识点 好的 我知道了 一环扣一环的 这一带一个知识点没有学到 这后面的东西他就都不会了 嗯 谁啊 这不那主管吗 你日理万机的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了呀 哦 你也是 咱们公司昨天还一起上班呢 你现在装着不认识我啦 我也没有不认识 你的孩子也 我知道了 我刚才啊在那成绩栏啊 都看见您儿子的战绩了 厉害啊 四次都第一名 倒数的 我儿子倒数第一名那是我的事啊 这要是我儿子呀 我跟你说 学习成绩那么差 搞不好啊 还会留级 我肯定不会跟公司人说的 要动手了 太丢人了 要动手了 我刚才听说了 您跟李老师前两天 大概吵了一次是不是 我吵怎么了 哎呦 您吵架 我这也太不应该了啊 我可太不应该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这是办公室 大家保持下安宁 我跟李老师吵架是因为 我让我的儿子 能够好好地读书 他说我的儿子吗 太调皮 不是个好孩子 我不同意 我跟李老师吵架 是因为这个 我知道 我跟你说孩子管不好 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呢 千万别过学校贵老师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应该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我有事啊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吧 我不跟你说了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 你们是来参加家长开发日活动的吧 对 来 这边请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门探 我教你啊 观察细节 层层揭开味蕾的秘密 大胆行动 真相比你想的更有料 最后像我一样 把颜值拉满 巧乐兹解锁门探技能 让喜欢更放肆 喜欢你没道理 巧乐兹 来 请入座 李老师虽然不在了 但是他之前给家长开发日 布置了一个活动 我们做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主要是为了测试 孩子了解家长更多呢 还是家长了解孩子更多 好 这怎么操作啊 我们进行对决 根据我所说的内容 如果大家认为是描述的自己呢 就按一下手中的这个按键 yes就是一 no就是二 家长和孩子双方 一方作答 另一方推测 推测正确 则获得一分 累计获得三分级以上 则可获得上等线索 若三分以下 则获得下等线索 那么接下来 有吴同学为大家出题 也就是说杀人的人 他一定不想让大家答对的 又来了 来吧 请看第一题 学生回答 上学的时候 曾经偷偷把成绩表藏起来 不给家长看 是否有这样的事 这都应该刚 要诚实吗 当然 我按了我们选完了 请揭晓 三个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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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答案 苏克藏过 你确定吗 我确定 苏克一定是 黄英俊 黄英俊不会藏的 黄英俊没及格 过几回 直接贴家里门上 杨迪 我觉得 杨迪把他藏过 肯定藏过 我怎么就肯定藏过 不能通过面相判断一个人 你自己还是藏过没 没藏过 不可能 我藏没藏过 他能知道我藏没藏吗 我认为杨迪不可能藏过 杨迪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 不会藏的 我觉得苏克这俩还都藏过 还有一个 就是我怀疑黄英俊 我觉得梓涛 然后祖儿和亚萱 他们仨藏过 我藏那玩意干什么呢 我是贝塔 苏克 然后子汤 谢谢 我觉得是中间也仨 这仨 我同意 票数最高的三个人 苏克 贝塔和英俊 你们三个是最高的 剪则自己偷藏成绩表的人 请起立 孩儿不笑妈 我那是真妈 让我找 儿童有好多事情 您是不知道的 完了 这顿打 你今天得爱上 妈 床下面看 阿姨 你算了 想想今天的成就 杨迪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没藏过 你怎么会藏 我吧 因为有一次确实考得不咋地 不仅 因为那个赤卷拿回家 还得让家长签名 我就是那个家长 我 模仿我的名字 对吗 我从来不藏 我考得不好 只要撕卷子 好彻底 过多跟我爸说 我说卷子丢了 毁尸灭迹 你藏的啥时候的 你这才没多大 你藏那个吗 我那次真的考得太差了 我就自己冒充我家长签名 然后我妈手机 啪来一个短信 然后就公布了今天的成绩 现在是短信给她家长了 然后我一下子就惊了 感恩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是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都谁模仿过家长的笔记 签过字的 我 你也模仿过 对 我也有过 我没模仿的像 我写了个圆子 我没模仿 我直接让邻居阿姨给签了 那也算了 邻居阿姨 家长全都藏过 对 藏过 这肯定 你都藏过 你还好意思说我 哈哈 哈哈 你不要 我代表外婆张嘉丽 哈哈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爷爷可要打 要打 要打我 第二题 家长答 上学的时候 是否给喜欢的人告个白 如果有过情爱一 没有情爱二 妈妈有吗 看起来很像 到处给人 我爱你 我爱你 请看答案 有两个人告过白 两位家长 红雷哥 红雷哥 对 孙叔叔肯定有 我觉得迪妈应该有 我妈怎么就看起来很像那种 开放的 他像是敢爱敢骗 性格 但我知道我妈妈跟我爸 确实是我爸向他告白 但他前面有没有我爸之外的 告白 没成功 我觉得应该是两位 两位叔叔 乔叔和孙叔 我觉得 杀一个年轻时候很帅 应该是别人追着跟他表白了 但是他就仗着他的帅到处给人表白 我们这个 乔叔叔年轻时候就是以漂流皮的方式 谁捞着算谁的 侮辱了 说到人品问题了 我是猜红雷哥 跟姐姐 不可能 我妈妈年轻那么漂亮 她为什么要需要去跟别人表白 那行 那我跟你们要答案吧 就这样吧 我们还没定呢 你先选你 我跟你们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红雷哥 红雷哥 我是 那个 你就已经明了 你这就锁死了 还有一个 那你觉得呢 那就乔叔叔吧 乔叔叔 还有我爹 我觉得不是乔叔叔 不会是我妈吧 天呐 我今天三关都颠覆了 不是我 那就全乔叔叔了 那个年代男士主动比较合理 那就乔叔叔吧 好吧 那我们请按yes的两位起立 有什么丢人呢 对 男人呢 你完了就表白吗 对 你用什么形式呢 都当面说还是写姓 一般就是写纸条 写纸条就类似表达说是 就是一起自习 或者什么 这表达很含蓄 我们那是 孙叔叔你呢 怎么表白 我那表达方式就是天天骑自行车 默默地送人家 照顾别人 我记得大雪天 冬天哈尔滨多冷 他坐公司汽车 然后就后边跟着 默默地跟着 然后给送到家门 实的 太轴了 对啊 就喜欢吧 送了我觉得有两年吧 后来我不敢表白 白骑车两年 来学生题目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是否是校园名人 请回答 我预测四个yes一个no no的就是杨迪 我怎么就弄 他也可以独领风骚 就是另外一种有名啊 答案是三位yes 首先我觉得三个里面 其中有一个杨迪 是有名的 因为在学校里面 全校同学都认识他 他那个时候在学校 可是文艺极其分子 他表演吗 表演 诗朗诵 然后我们线上 他都有点名气的 那好吧 那我就黄英俊跟那个杨迪娃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书克 书克贝太肯定是这才 怎么可能 他俩都有名 我上学啥也不是 左儿是童星 左儿童星 好小就拍戏了 我跟你讲 这里头有坏人在干扰 这里有一个人没说实话 这里边有一个坏人是吗 他没 他干扰了 明白了 那我们统一下答案 中间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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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克 是杨迪 杨迪和左儿 梓涛在学校怎么可能没名 我觉得杨迪 左儿 梓涛 票数都是中间三位 英子 杨迪 书克 我们看家长这次能不能拿分 选择觉得自己校园名人的 请起立 紫涛拿过古术冠军 我那是山东手 还有个名人呢 我呀 我是被紫涛原来给我讲的 他的人生经历给蒙蔽了 你绝对有问题了 弟弟 你就不混淆 不想让我们选你 完了 然后你还投自己 红雷哥都说我了 你们不听他的 你们自己选择有问题 为什么要赖我身上 黄英俊 我特别不想要面对 就是我的儿子是一个墨底 我跟你讲 你肯定有问题 我让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跳脚越厉害的人 在后面一定会出问题 我这个 他跳脚 我是谁 你跟你妈要死 你跟你妈要死 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一趴你们都怀疑我没关系 因为这个节目 真正的凶手 越来越想赢 都会隐藏 我都替你擦汗 祖儿没入行之前咋是红的 我权力就很大了 我可以领操 我一错 错一笑 领操原 那肯定 在我们那个年代 领操是多么的光荣 你知道为了站在那个位置上 要付出多少努力吗 还要升旗 是 哦 那舒克贝塔 是红的 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 对 下一题 家长回答 曾经被老师请过家长 前一 结果五位一 请看答案 四个是被叫过家长 一个没叫过家长 四个一 我的天 他们猜那个没有请过的 你妈 我妈 因为藏卷子一直不知道 我觉得是宋倩奖 不是 就是太优秀的女孩子真的其实会比如说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被叫家长 让他不要再施展魅力了再说 你要再散发你的魅力了 娜英姐肯定是被叫过 红雷哥也一定被叫过 唐姐一定被叫 一定是我妈 我对你妈妈不是特别了解的 杀义哥肯定被叫过 杀义哥应该是一个特别听话的那种好学生 不可能 他成绩很差 别 他成绩差 你又不要在节奏了 子涛了解我 你们 你们俩玩吧 不是 我跟你说因为 杀义哥 你们俩真的像一伙 杀义哥在学校里面 我估计应该就是那种 虽然学习不好 但很听老人话的那种 我认为是杀义哥 从阿姨刚才盲目对杨迪的自信 他就是那种一定是很乖 然后不会给家里添麻烦 不会惹家里生气的人 我觉得是阿姨 我选我妈 我也选阿姨 阿姨 你 请那个答案站起来 那就是我 真的是我 你看看你 我跟了 有问题 行 我有问题 阿姨没有被叫过家长吗 对 肯定的 来几位讲讲 因为啥 因为啥事叫家长 成绩出三的时候 降得特别快 对 下滑 算请家长是吗 生病切回家的 生病请家 郁东队生病了 然后请家长给切回去 这算请家长是吗 那也算 对 这也算请家长 这不是一个老师的爱吗 我烫了个爆炸室初中的时候 你说就这样能没有名吗 特效这会儿给做上 在那张脸上给做上 然后当时就给我剃了 对 我们那里有个学生 烫了马 烫了头发 老师说的 你看你这个头发 乌云朵朵 头上敲 就把我们学校的那个发的 校服的裤子 改成喇叭裤 学生服改成喇叭裤 再加上我这个烫的头发 你就全过第一 这种男方发 有句话 乌云朵朵头上飘 喇叭裤儿随风扰 这个怎么还脸上 阿姨好有才 学生题 你们的孩子们 曾经有人在学校里被欺负过 乌云朵朵 我上学的时候被同学欺负过 我在上厕所 然后进来了三个人 给我踹到尿坑子里了 我听了 不认为都没摸摸 请看答案 曾经有被欺负过的人 有两位 自爆了一个了 自爆了 我们就猜另一个好不好 我这样分析 我觉得这俩应该不会 我儿子 还有书馆 我选了紫涛 第二个有点想 向阳迪来 我又觉得有点定不下来 我觉得英子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英子他本身小孩 他就灵力 他会招那种 可能比较顿的人嫉妒 家长能不能拿分 就开与你们的答案了 你们上学的时候 被欺负过的人 请其力 完了 完了 听一下要玩的那个经历 来 因为我是初中部的 他们是高中部的 然后有一天 他没带卡 去食堂 谁没带卡 这个 他们没带食堂的饭卡 然后我刚好遇到他们的 他们让我起他们吃饭 他们 等于说是他们欺负你 管理的 那能算吗 那能算吗 这叫欺负 这不算 对 所以这题不给分 最后一题给家长的 你们猜一猜你们的父母 上学的时候会坐在哪个区域 坐地那个是 你肯定是坐地的位置 我永远在垃圾桶后面 你想想这孩子得多淘气 就直接薅到老师边上了 老师的特别关注 都小了 请看答案 两位第一排 剩下的各一个人 A真的是 对 直接看 妈呀 D真有人坐 谁在 D真有人坐 我们找队D就赢了吧 我们不要说话 让他们猜吧 这个我真猜不准 我跟着大家 D肯定是杀一个 C是洪磊哥 B估计是我妈妈 我妈妈一定是A 一定是A 以前按个儿排 对 不是以前 现在还是 后来终于有了 阶梯教室的发明 A是我妈还有那个 杀一个 B是宋倩阿姨 C是潇洒阿姨 D是我们这个孙叔叔 我觉得 洪磊哥 D 洪磊哥是D 然后 爆炸头真的很伤D 爆炸头 不 第一排宋阿姨跟 还有阿姨 最后一排是 杀一个吧 你长得比较高吧 B应该是那点 我猜A是 陶红姐跟 我妈 你妈 那你姐是B 好 那我们一个个起立 选A的两位请起立 起来吧陶红姐 对 就是我 你们选对了没有 没有 我去我选对了 你看这是我选对了 你刚没选对 你别闹了 选B的请起立 战时还不答应起 选D的起立 看是不是洪磊哥 肯定不是 答对 就刚才在公布答案的一瞬间 我左边这位肯定不是 还肯定不是 所以只要说那个谁 黄康说是的 我们都说不是就对了是吧 紫头 你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对 你们俩为什么猜我是第一呢 抱上头 我是因为不好坐到那儿了 是吧 对 我的是 你以为呢 你以为呢 不是 我是班长 我是负责纪律的 班长没有坐那儿的 班长自己烫头 班长 班长不看黑板吗 我得组织晚自习 早自习 但你不看黑板吗 老师讲课 你看学生是吗 洪磊哥 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 玉地受不了了 给他给他个官 毕马温 来 这个 班长 班长 因为管不住 所以给你个官 他们是了解你的两个孩子 我气不怕 特别了解你 你这个爸爸没摆当很棒 由于大家只答对两道题 所以给到下等线索 下面我将给你们送上线索随笔 以家庭为单位 上来领取线索 每个家庭领到的都是跟别的家庭有关的线索 我得到的这个线索是 乔英子学习成绩极好 但焦虑十分严重 看见了吧 小宋 你女儿 还用你看见吗 全世界都看见了 没有 大家都以为她学习成绩好 没那么你看 乔英子想要考南京大学 但是她母亲强烈地反对 这种母亲就是强加于孩子 是的 需要合理沟通 合理沟通 对 你看看 孩子学习上去了 其他全完了 全都全部崩溃 连沟通能力都没有了 你说这种学习好有什么用呢 阿八 确实不应该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都高三了 那孩子愿意考哪个就考哪个呗 每天把我束缚在条条框框里 我现在都只会阿八阿八了 你看 阿八 不要 这孩子得抑郁症了都 我实在是就是 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 就我其实也不是想去什么南大 我就是觉得我又想逃离她的魔爪 她就是每天都控制我 然后我连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都要管我 你说说 为什么把孩子逼这样 快说 快说 不就是怕她变成她爸这样吗 这个确实很有说服力 不是 我觉得爱好这件事情 可以是你一辈子的享受 但是你靠她谋生的 当然是你擅长的 你可以问问英子 对吧 英子你说你真是考上北大清华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不快乐 你不快乐我难道就快乐了吗 你有压力难道我就没有压力吗 你看我一个人带孩子 这玩意儿不能算 对不对 你这压力都自找的 这就不在家里出现 就因为你在家庭当中的强势 我受不了了 你看一看现在谁强势 谁嗓门更大 刚才都干我闭嘴 所以大家看看 父母在孩子面前 就当着我们的面东东这么吵 你想想他们在家里会不会吵 对 英子这个孩子从小长大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现在英子 你内心 溃烂了已经 已经支离破碎了 你要是溃烂了 我早就已经烂成泥了 所以就是因为你影响的我 现在也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宋雷说 杨帝娃有很多轨机灵 却不认真学习 但最近似乎经历在 学习之外的事情上 你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我想考艺术的话 我有的时候 肯定还是要往这边分散一下 我要准备艺考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做演员形象很重要吗 对我来说 特色和不可替代性更重要 但是我们也给你请了家教 没有 不要说一些没有做的事 哪里来的家教 怎么没有请 张嘴就来是不是 那在阿斯专给你请了老师 阿斯专 在卫视校给你请了老师 难道不算吗 对 其实我们家是支持我 我们要走哪个剧情 他有点分裂 我分裂了 哪有家教 你们查了一下 你觉得现在出去学那个 英语专业最好 以后找工作当老师 我不喜欢 对啊 我的英语专业太坏了 太烂了 哎呦 OK 妈 欢迎 停 站住 当时我们觉得 考表演考车做什么呀 那个都是吃青春饭的 对不 吃青春饭的 阿姨 这边有几个吃不了了 这边做都有点吃不了了 我和他爸都反对 我和他爸都反对 觉得 今后如果是你年龄大了 你表演 你老都老了 我才说表演什么呀 谁看呀 老都老了 听了 你对表演有误会嘛 各种角色都需要演员来演 但是我们就觉得嘛 司派学校那个时候 音语很翘的哈 如果你教不了书 你可以到外梦那些什么什么 外企 这当背影啊 但是你让孩子 未来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行了 你别说了 一会儿我们连老的都演不了 拥有完了 你别启发妈妈了 我觉得咱们这节目就是 吃素来给杨迪他们家 解决家庭毛都来了 厉害我们 黄英俊 头脑聪明 却不爱学习 几次面谈下来 提到母亲就会暴跳如雷 唯一一次 稍微吐露的心声时候 说了一句 我只是希望我妈能听我 想做什么 提到妈妈就暴跳如雷 她妈妈是她的雷点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你以为你关心过我吗 我以为我就是多赚钱 就算对你的关心吧 你觉得孩子需要 是钱还是爱 可是如果像我们两个人 咱们母子俩 我就是为了让我们俩 生活得更好 我才会听你 你每天把钱扔到了房间里 说妈要出去了 你除了给我让我看到的钱 以外你还让我看到什么 我以为这样的话 就不愧疚了 那你以为你不懂我 我天天看见了 除了钱没别的了 你每天跟我聊聊天 里面都是钱 你懂了吗 我不要钱 现在懂了吗 我只要陪伴我要的是爱 相互给点时间 好 缓一缓 到我们了 我先说书客 学习成绩一般 看起来有些自卑 不知道是否和父亲有关 我不知道 书客经常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家长面 点名道姓 点爸爸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就是证明 他心里边有一种对爸爸的不满 反正他跟我关系不是特别好 但是孩子我得陪 天天关我叫孙慌磊 不关我叫爹 我得陪 你别吹了 你看 天天吹 你要是少吹一点 我妈还不会走 我之所以想去国外留学 就是因为想离你远点 你爸关心你吗 不关心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听听儿子的心声 我这人 是挣钱那会儿 有钱没钱那会儿 都有点不太有正性 然后他妈瞧不上我 然后他妈就走了 来 那念一下刘贝塔 刘贝塔学习成绩好 但看起来没有很贴心的朋友 只会和孙 书 客在一起 平时跟我们说话也不多 也有点抑郁 看来跟所有人都不说话 也有点抑郁 书科有些自卑 贝塔有些抑郁 你看你带着这俩孩子 所有的阳光都被你占走了 就是觉得我又想逃离他的魔转 都是他们给我转的 我想学文科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书科有些自卑 贝塔有些意义 我不要钱 现在懂了 所有人的故事大家都了解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分析 乔爸爸和这个黄英俊 我俩不是一家子 把和老师合伙给害了 我俩 你们 乔爸爸带着黄英俊 把老师从楼上推下去了 我虽然那个 不要不大愿意面对 我儿子是不是有嫌疑 但我现在 先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怀疑我儿子不正常 我从游七那一趴 他开始那个解释的时候 是一种微妙的眼神和表情 那我对黄英俊有点怀疑 我觉得好像是两个人 配合的一个案件 好像不是一个凶手 比如说兄弟俩配合 或者比如说老师不让你谈恋爱 在意外中推下去了 反正我觉得 大人带着孩子去做案的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 这个家长还是不愿意 在孩子面前显露自己 这个黑暗的一面的 还是愿意做一个 比较阳光的榜样的 我现在就倾向于两个人做案 因为我觉得 那个手印是倒着的 除非袭击是来自屋里 然后呢外面有一根绳子 所以我老觉得它是一个 像个配合型的一个案件 好 说了就这么多吧 听我讲 好吧 我就给你们讲最后一个点 最后是什么点呢 比如说这是那个台子 对吧 这有一手印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窗外 窗外的手是这么抓着的 是 对不对 那他怎么能抓着这一只手 是因为后面有一根绳 吊着他 他没有吊下去 因为这个人可能只是想 伪造自己要自杀 只有会有极度抑郁 或者是极度悲伤 极度被家长控制的人 才有可能会做出 这样的选项 大家比方 这个人是我 我的手在这个地方 后面有一个绳绑着我 那我这只手的手印 为什么不会在上面 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 李老师后面有一鞋印 对吗 那个鞋印只有一个脚 如果他要是救这个学生的话 一定是一个脚踩在上面 手一定要去够那个学生 所以相当于案发现场 支持这两个人 但是至于老师是怎么下去的 玻璃被动了手脚 随便一个人都会 倾尼而易举把他推下去 这是一种可能性 团伙作案你的意思是 对 但是如果按家庭来看的话 你们家孩子的假设性 会更高一些 为啥 为啥 因为你们太偏袒了 不是 那你这东西 如果说是李萌老师 自己的手印 他也完全成一样 不行 但他的另外一只鞋印 是正着的 不是 他 他踩上来之后 完了自己这么靠着 这玩意也说得过去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姿态 说不定一马也自己 这滑下去了呢 对不对 不是 我觉得不要分析这么多 因为我们最后 其实分析的还是人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找动机 就是谁会干这个事情 不管他是自己 小不小心摔下去的 还是说有人让他摔下去的 你得先找这个动机 因为李萌老师 确实留下了一个信件 说是 有一个家长威胁到他的安全 对 我说真的 我其实特别怀疑 他们家 对 因为一个 一个是 觉得老师一直在跟他爸爸 通风报信 另外一个呢 本身自己过得也不幸福 然后一直在拿去比较 而且当第一名 你以为这么好当的吗 当第一名 心理压力有多大 我实话实说话 我们五个人其实在一起 有做一些别的事情 但是我具体不能告诉各位家长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的走向 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李萌老师的去世 对我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 对我就可以说到这份上 但我不能说太多 我觉得他的死一定和我们的秘密有关系 原本我们只是想要给家长们施加压力吧 让他们知道 很多时候他们想要安排我们的事情 不一定就是我们心中的意愿 现在这个事情的走向 有点太吓人了 但是发现后来老师是真的摔下去了 这件事情是我们五个人一起策划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守着这个秘密 不能往后公开 尤其是家长们 他们绝对不能知道 你们玩的是会玩APP的太空狼人吧 对 龙炭同款游戏 找出卧底救出真凶 好玩又伤到了 会玩APP上还有其他好玩的游戏 等你考上大学 哥哥姐姐陪你一起玩 好 毕业没定 那等我高考完我就下载玩 这里是图书馆 大家说话要小声一点 不要伸张 不要伸张 瞧英子 拿着 虽然南京大学天文东丽营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你借我的书啊 我一直都在看 没想到 今天在这值班通见你了 真的太巧了 真的是一看见你啊 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们在东丽营的那个时光 你快去值班去吧 来来来 什么东西东丽营 东丽营是啥事啊 就是一些 那个 感觉你妈不知道 挑事是吧 你好事是吧 这么没钱吗 这么没钱吗 来鹰子来过来单独跟你聊聊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什么东丽营啊 就是 是哪个东丽营啊 啊 什么时候去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去的吗 你怎么去的 不是那我就喜欢 我签的字 我签的字 我签的字我同意 你为什么要跟老师说 你知道我差点就去不成啊 所以是你背后不让我去 是不是 不是 你可以不支持我 但是你不能在背后给我使手段 闭了 跟着我干什么 坐在那儿 不是 你不可以在背后给我使手段 影响我正常自由的生长发展 大声喧哗 在公共场合是没礼貌的 啊 好孩子 有什么事回家说 这段亲情不要也罢 这件事其实怪我怪我怪我 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 沟通上应该是有问题 所以你们现在得接受 我对你们的考验 一会儿你们会进入 匿名聊天 通过聊天交流 来猜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如果家长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那么就算你们成功 我就把李萌老师给我的线索 我全部给你们 放心吧 我们 这我自己亲生孩子 我还找不着 我们对自己孩子还不了解吗 来吧 儿子 好 一会儿有五个格 就是坐着咱们五个孩子 他们五个人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然后我们家长就在这个格的对面 通过QQ的形式跟他聊 挑选自己的孩子 晚睡 睡 你 那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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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打字慢 但是说话我也行 把擅长的作为职业好 还是把兴趣作为职业好呢 冬天你是选择爱美呢 还是选择保暖呢 长大一定要结婚 还是不一定要结婚呢 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 你给自己的颜值打多少分呢 你周边的人 给你的颜值一般打多少分呢 你要如实回答哦 好嘞结束 不用了我已经猜到这是谁了 你觉得你那边是谁啊 你觉得你那边是谁啊 孙舒克 你呢 我觉得可能是贝塔这是 行了 我找着我儿子了就这儿了 板板的 板板的 我跟你讲 孩子就这样 你一攻击他 马上他就漏了你知道吗 是吧 你怎么攻击他 我说你喜欢什么爱好什么 他说我喜欢美食爱好很多 我说屁 完了他说 画俩问号说 这位家长这绝不是黄子涛 完了他说 您是叔叔还是阿姨 我没理他 我说你是孙黄蕾家孩子 孙黄蕾家孩子 完了他回了一个 爸爸是你吗 给你炸过来了 那我现在有点怀疑 这个不是孙舒克 肯定是 这也可能骗你的 第二轮五分钟 请就坐 我就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儿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感觉很准的哈 李靖的老大是金抓 金抓的弟弟是木抓 拿抓拿抓拿抓 叔叔 你妈妈有什么优点 叔叔 你妈妈有什么优点和取点 你说两个听听看说得正不正确 你别说杨茜 今后什么乐渣木渣辣渣金抓 都可以成我们的暗号了 如果对不上的时候 就用这个对 这是我们的暗号好不好 就是眼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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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来找女朋友想找一个性格活泼的 还是比较温柔内敛的 好 好 我第一个是英子 确定百分之百 为什么 我整个复盘了一下 看了一下他们聊天记录 这个人画风很重 你看都是什么意思 没看懂 然后都是很简短 然后斩经截铁的 画风都是非常 刚进有力的 是 这人很短 然后有毛病吗 你听听 这个人 这个画多冲啊 我刚才可以观察 他就是这么冲的一个孩子 有毛病吗 然后这边 你长得丑 一定的 然后那边可能 说明很自信 咱一点点分析 不会吧 尴尬 我还是喜欢我阳刚一点 这哪像一个男孩子说 我自己希望我阳刚一点 哪有男孩子 不说自己阳刚的 所以明显这是个 女孩的画风 你看笑的 现在已经笑了吧 对 我喜欢戴帽子 方便 还可以遮住素颜的脸 一个男生仔细到这 咱这几个男生 都没有这么仔细的 我说你喜欢 你喜欢杨子的姓何吗 可爱 哎呦 还可爱 这一般说 早就说喜欢 你敢不说 杨子回来不敲你 尊重一下别人的游戏体验 你哪来的自信 不可以哦 我其实是女生啊 他想用反套路 反套路我 他就是个女生 英子 定了 就是他 这个肯定就是杨笛 那是杨笛 那个是杨笛 这是杨笛耶 因为我不会打字 我就用语音 第一个我就说 你会把兴趣 什么的那个就是 他就说 把兴趣变成职业是快乐的 然后我又问他 冬天来了嘛 你喜欢保卵 还是喜欢爱美啊 他说保卵啊 不然会长洞窗 因为我们那里叫长洞窗嘛 他说 我妈妈的优点就是 普通话非常好 缺点就是 大庭广众讲普通话 从这一句话我就听出来 杨笛 我觉得像杨笛 我觉得这是 你那是谁 黄英俊 我说你是特别丑吗 然后他马上说我能丑 开什么玩笑呢 我虽然不好装 但是你儿子能丑 我肯定跟你长得一像啊 我怎么可能是丑人呢 你可真逗 老妈你这么说 我就不愿意了 你打字能不能快点 我受不了你打字的速度 真得 能不能行啊老妈 跟你聊天真的是太费劲了 老妈你也不老啊 怎么打字那么慢呢 我说再给你钱就是害你 妈要多陪伴你 他说好可以 那就未来 我和梓涛经常通微信 我看看他的那个文字结构 不可能是黄梓涛 我和梓涛老通微信呢 他画风不是这样的 他都是俩撒字的 一句话分成好几段 啪啪啪啪啪啪 不是 我觉得我这肯定是黄梓涛 黄梓涛好几个啊 你看三下全是一个字一个字来 我不能告诉你 没有没有 梓涛的英文到不了这种程度 不能就对他来说太难了 那副歌怎么弄呢 那个不是 那个副歌不是的 不是他吗 因为我和梓涛经常通微信 没有副歌 他都是中文的 中文表述没有英文表述 没有 我再给你念念 我已经把所有人的iPad都玩了个遍 尤其是孙红雷 红雷哥的地方 我都搅和了一次 他肯定跑每个上去 跟人乱说话来着 对 他应该去了 每个iPad上面去搅和了一遍 我相信我那个五号 一定是黄英俊 五号是黄英俊是吧 四号呢 现在大家断的是谁 杨迪 对 你要不是四号 你妈就不认你 我告诉你 我那个百分之百确定了 一号英子 所以没有英子了 你们那边 对 你那个要是书客 我这就贝塔 你那个要贝塔 我这就书客 对 没错 不 但是这你们俩 一个书客 一个贝塔 不要分开一下吗 我们可别猜错了 因为要是对了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限制 我先说 我先说 我说你对未来怎么打算的 想过吗 他说想过 希望自己变帅 越来越帅 这一看应该是个小孩吧 然后我问我说学业重要 还是目前你看到的机会重要 然后他说 在看到机会的同时 要保持学习的态度 那这个人他肯定是上学的现在 应该书客和贝塔 他俩 对 咱们一定要弄明白了 那你聊一聊你们俩 聊的内容是什么 你往上看 你觉得跳舞和唱歌哪个更好点 他说中间都还行 那意思 然后呢 这说明他俩 这是他唱跳的 说明 我说那你有口音吗 他说有一点点 对吧 一点点应该是谁 他一个是山东的 和一个是重庆的 所以我觉得重庆的 可能性大一点 三号大家断的是谁 你是三号吧 我这是三号 我说我是爸爸 他说的 你不是 我没有爸爸 因为我这有可能是贝塔 因为贝塔在这戏里面 是没有爸爸的 他只有舅舅 这里就是没有爸爸妈妈 他只有我这么一个舅舅 是吧 对啊 贝塔是有可能的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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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我们准备揭晓了 看看是不是父母能猜对 我先从一号来 一号你们都认为是英子是吧 叫一下他的网名 三二一 萝卜丝饼 请揭晓 哎呀 哎呀 萝卜丝饼啊 哈哈 这真的 对吗 对啊 五号 娜姐到你了 我没头了 啊 他就是我儿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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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肯定是 我我在那一聊 我说你 我说你帅不帅 他王必须帅 我肯定帅 恭喜啊 第二对家长 答对了 够不够的话 第三家长 杨迪妈妈 三 二 一 蜡手吹花 蜡手吹花 就 一 一 来 真的是 厉害啊 这妈太厉害了 第一遍就猜出来了 是啊 这妈 二三你觉得谁是书克 谁是贝塔 这是书克 这个贝塔 赞号二号一起打 哥不是传说 还有玩乐 三 二 一 一起拉 拉 拉 来啊 来啊 可以 好厉害 厉害 厉害 线索 进到线索 厉害 杨迪 你妈上来就把你说 我知道 你妈妈对你还是很了解 只有我说得出这一篇 说那俏皮话 你那里边从文字上能感觉到是你 长的都是他发的 短的都是我发的 就是你画风特别统一 一看就是特别冲 冲现在有几个人 一个是紫涛 一个你 杨迪哥 哎呀 他不冲 再有就是你 从语言结构上把杨迪排除了 剩下就是你 黄紫涛也是每个人那儿他都去捣乱了 好 增加一点游戏难度 我跟你讲他每句话一看就是他自己 对 我是最聪明的人 就全是这种话 我看见了 而且吧就是那个黄骨头打字哈 飞快 我一听 哎呦打字的知道了 舒克你说一下 为什么你说没有爸爸 因为不想承认他 他说我爸爸 他是就是别人问 那个你有没有爸 我没爸 真没有爸的人 不会这么聊天的 这一定是企划 恭喜家长这轮获得高级线索 我们拿到线索 我们家长最大的努力 有线索 高级线索 厉害 我们在监控室拿到了关于家长 跟老师起冲突的关键线索 大家现在请看视频 来 朋友们 朋友们看一下 李老师跟谁在吵 李老师不能吵起来了 有人推上 推上 谁在推 伸个什么腿 谁 不是 动手了 推李老师尖了有人 但是肯定是个女的 要不然他不敢拉他胳膊 李老师不会这么不得体 灰色了 这不是你的吗 就是你吗 灰色了吗 怎么是我 怎么都出来了吗 就是你 肖子姐 肖子姨 怎么是我呢 就一模一样的 你都跟你一样 你还不是 但这也不代表他是他杀的人 对 只是证明你跟李老师 确实有很激烈的冲突 我跟李老师吵架这个 我今天已经 全盘地说出了 就是因为他说我的孩子是个坏孩子 我不同意 我跟你讲 所有事件发生 都一定是在活动室里面 所以走廊上那个已经排除了 真的 然后我妈妈也没有 老师也没有约我妈妈见面 她可能去叫到主任那个办公室 老师办公室在那儿 稍微聊聊两嘴 但是她是很清楚地进去了 又下来了 对 我妈妈完全就是 太多的可疑见 也没有太激烈的争吵 这个就是你们刚刚游戏获得的奖励 你们可以选择两个家庭 与李老师聊天的线索 我在李萌老师的手机上 发现了小红书 这是时下最年轻新潮库的APP 我们老师学生家长都在用 这些线索 都是我在李萌老师的 小红书账号上发现的 我现在说乔英子跟老师的 老师问乔英子 你最近学习状态有点不对 是不是没拿到竞赛名额很失落 老师你也觉得我不考第一就不行 是吗 不是名次的问题 老师感觉已经很久没看到你笑了 我其实很无所谓这次竞赛资格 我没有那么在意 老师你放心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老师说任何事情都可以 不用了 谢谢老师 乔英子很低落 整个人 很低落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动机 这完全可以排除这一条线索 宋阿姨说 我刚才看到 全国奥数竞赛资格 怎么不是我家乔英子 真不好意思 这次参赛资格 是只有第一名的学生这一次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很遗憾 他之前一直都是第一 就是一次第二 就要错过这么大的机会吗 这个毕竟名额也不是我负责的 我也无能为力 男人你这么当老师的 他的前途你能负责吗 看多强势 多强势 至于吗 所以我就要把推下去吗 有点可能性的 我觉得为了一次考试不至于 可以发泄发泄也就而已 宋倩阿姨对女儿在乎的 不是精神和内心 而是学习成绩 所以我觉得就是 她给孩子带来的这种阴影 孩子又想尊重妈妈 不敢怒 不敢言 但是她的行为 她的言语 已经彻底的不快乐了 连老师都发现了 所以 孩子容易造成要有报复心理 不是 阿姨我的不开心 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来开展会 才知道这么大的事 他们你们家长不知道 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 我不开心 你听我说 就是说乔因子的状态 跟老师说话的状态 其实是没问题 因为她不开心 对我只是不开心 她不在乎 她无所谓 老师问她 她也不想去搭理 因为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因为她妈 就算她考了第二 她妈也不会表扬 她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她没有挣扎的可能性 反倒是她的妈妈 才会去 因为她的成绩 不管她开不开心 才去跟老师这么说 对 来你们分析一下黄雷哥的 你有什么秘密吗 你有什么秘密 不想告诉别人的吗 有没有什么秘密 不想告诉别人 嗯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秘密 是你两个孩子不知道的 但是老师知道的 你一直没有对孩子坦白的 你最好趁着现在这个机会 就直接先把这个坦白了 不知道 那就 不知道 揭发吧 那揭发吧 揭发吧 我们这个信息里边是 你老师问了你一句说 孙舒克爸爸那件事情 你还要瞒多久 我认为这件事情 孩子是有知情权的 不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如果您觉得不好开口 可以由我帮你说说 别别别 这您千万别说 你看这个没有 他跟贝塔的这个对话 说他出门装钱的时候 抽屉都是锁子的 他怎么会把我当亲儿子 然后说老师就算我没说 你别告诉我叔叔 可是你知道吧 这个里啊 他在一直问 钱的事 孙黄磊问老师说 去欧洲留学大概要多少钱 国外音乐系学校比较出名 我们家钱有的是 爱去哪儿学 去哪儿学 你让他们出国试试证明 你对一个父亲 对儿子的爱 这说明不了什么 这个呢 我觉得本来呢 挺想给你们保密的 但是呢 这个很抱歉 因为这个涉及到生死攸关的事 我们还是念出来 李萌老师说上周社团跟我说 有一卷新的吉他弦被偷了 当时听说社团活动时里就你一个人 然后呢 书客偷过我 书客说您什么意思呀 老师说啊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相信不是你 只是现在情况就如此 事务主人也很难过 你能告诉老师真的不是你吗 说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哦 我看到这个琴弦 这个吉他弦偷这个事 我看到那个同学 他发了个小红书 说他那个吉他弦被偷了 然后李萌老师还在下面留言了呢 这事 你内心你 你自己知道你偷没偷 没偷啊 你绝对没偷 我绝对没偷 如果不是书客的话 就是贝塔栽赃书客 贝塔其实看书客应该也看不爽 很久 最可怕的就是对 贝塔有可能表面上跟你好 对啊 他每天都对他儿子这么好 又送他儿子出国上学 然后对他就是把钱都缩起来 他心里肯定有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孩子们心里都有苦 而且他成绩这么好 他觉得他也没有重视他 那我现在分析来分析去 那就是贝塔心里有问题 就是因为当时 不是那个聊天记录有写 就是说出门前把那个钱锁了 就可能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可能心情 一下子就是感受不到亲情了 我那个 我不是防你啊 外上 那舅舅对你什么样 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 我那怎么能是防你呢 我那是防他呢 大义灭心 你就是说他经常偷东西了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信任了 我跟你说 左儿刚刚分析那一点特别好 不要错过这一点 你被他因为嫉妒陷了 和父亲对他的不关照 故意把事情陷害到你们身上 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嫌疑啊 所以老师才会说 因为你们家庭的问题 没想到影影响到我身上 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互相嫉妒 彼此身上有东西 我们最多就是想要自由 想要爸爸妈妈的关爱而已 那是一对一的呀 我想知道一件事 哥 真正 就那件事情 你还要瞒多久 我认为这件事情 孩子是有知情权的 对 不 这事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你 对什么事 这事只有你知道呀 对什么事只有你知道 孩子有知情权的 你得说 你不说我们就推不下去 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辈子是我出的 最大的一次仇 我不想让孩子知道行不行 我刚刚突然又发现了 两个线索 来 我来念呀 尊敬的宋茜家长 您好 关于您的孩子 乔英子学习状态下滑的事情 请在中午教导主任 谈话之前 先来三楼社团活动时 有些话想单独和您聊了 你说什么了吗 你说什么了吗 就是他邀请我 我去他已经不在那屋 这是李萌老师 发给孙黄雷的 您好 关于您的孩子 孙书克试卷签名作假仪式 请在中午教导主任 谈话之前 先来三楼社团活动时 有些话想单独和您聊了 孙叔叔 孙叔叔 你收到这个邮件 你没有去见老师对吗 我去见了 几点见的 哎我是假装不知道 你去见了什么情况呢 当时吵了 见了也没太激烈 没太激烈 你也动手了 你们是在活动室见到的吗 你们哪知道呢 这写 写着活动室吗 你这个可藏了很久啊 孙叔叔 你说踢球踢来踢去的 目前找过老师的家长 除了乔叔叔和我妈妈之外 这三位都有 行 就算我瞒大家了 那就不正常了 我就跟孩子老师见见面不行了 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孙爸爸 宋贤老师不也见了吗 我没见着 我作为孩子家长 我见着老师不行吗 我们刚才看那个监控录像里面 时间流程是我先进去的 他后紧 他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您没见到老师 我都没见到老师 她说她见着了 潇洒阿姨见到老师 是在走廊上有监控拍下 对 最后完全没拍下 具体和老师独处一事 发生过什么事的 就是孙叔叔 而且孙叔叔是在 我妈后面去的 而且孙叔叔 确实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只有李萌老师知道 对 我觉得 我们这点秘密 其实他在这儿了 但是他现在这个秘密 是不肯公开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只有李萌知道 目前为止 动机嫌疑 和不在场证明 这嫌疑最大是孙叔叔 真的 您嫌疑现在最大 你看我真有嫌疑了 最大 百分之百嫌疑最大 先生 你坦诚一点 所以我现在觉得 整个的焦点是在他们家 不止他们家 那个宋阿姨 你也比较嫌疑 因为只有你说了 你没有见到那个老师 我们不能确定 活动室里面具体的事 对 孙黄磊 哎呦 我还晕着人 大潇洒 宋倩 乔伟东 张家丽 猜是谁 是上什么线索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笔记 来对认一下那个 李萌老师的遗书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遗书在你这儿呢 遗书在我这儿 搬这个字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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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遗书是模仿的 是 宋阿姨 一下就给你逮到了 终于水落石出了 一模一样 来 好 大家坐 我来说一下 这个遗书确实是我伪造的 确实是我伪造的 行 我是承认的 行 但是我伪造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具体什么原因 我现在先不说 因为我希望咱把这所有人 都说一遍以后 我再说这个原因 好不好 我觉得是合理的 哎呦 他又合理了 这孩子 我能理解我妈妈的动机 宋阿姨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发现了什么事情 顺势就 把李萌老师的死 当做一个 因为这样的遗书 就是想要伪造成 自杀的那种意味所在 但你有可能明显知道 李萌老师可能不是自杀 或者怎么地 想把它伪造成自杀的感觉 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信件 我跟你说 一般留这样信件的人 他反而不是杀的 而是看到了 吓到了 不想让大家觉得是他自己 所以他要做一个这样的假象 是的 你是不是看到你女儿做什么事了 我说了我进去以后 没有看到任何人 但是你出来的时候慌得不行 是不是 谁碰到他 他碰到了 我跟他一块下楼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他很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很紧张 阿姨 我很紧张 如果你没有找到老师 不至于那么慌 是不是你杀老师 被妈妈看见了 就错 就我姑娘这身子 她咋杀老师 因为写出这种信 一定有原因 没有做一件伪造遗书的事 不可能没原因 不是 如果是我杀了人 他就应该避免一切 出现在那个现场的任何信息 这是他慌乱之中 唯一能想到的手段了 他直接看到走了就完了 他为什么还得留个信 因为如果没有 这样一封遗书的话 我们一看就以为是他杀 他留下遗书就留下破绽 我一会儿再解释遗书的事 我觉得 我儿子黄英俊 有很多跳出来的一些行为 都是为了要保护别人 所以儿子 妈今天正式地告诉你 我其实是因为冤枉了你 你跟我说了那句话 让我心里很难过 你说妈 所有的家长 都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只有你这个亲妈 在踩你自己亲儿子 说实话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不是真的要踩你 你想弥补吗 我当然想弥补了 我想说的是 因为看到了这个命案之后 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其中 我不想要让这个命案 就这么含糊其词 如果我们要是真的想正义的话 就必须让自己的孩子清白 如果不清白 我们也要大义灭亲 现在这一趟 我想说就是 从早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推的证据 讲起来到现在为止 就是现在 能怀疑的两个家庭 就是黄磊这边 然后跟宋倩这边的 怀疑是有的 但并不是说 你们中间有人杀了人 只是现在的线索 往你们两个这边 开始往那推向 所以再往后找线索 然后一定能找 那杨迪欧老师 当时你的家人 是不是都特别支持你的梦想 现在好多了 之前没有那么支持我 他觉得我进演艺圈 不合适你知道吧 那你是凭借什么 一直坚持下来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在番茄免费小说上面看书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有本书叫月亮与六遍世 它里面那个主人梦 就是属于那种 追逐梦想 不畏病痛奔赴荒岛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特别鼓励我 然后我看完一本之后 它又推荐我又看别的 里面有超级多的正版好书 而且它里面的书 全部是免费的 看书还可以赚钱 我因为这个事攒了很多钱 就这种精神鼓舞你以后 你就对自己的那种梦想 也特有追求了 原来这样 开放日马上结束了 我们现在去草坪那儿吧 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